乖ność 我有餓风了 两个小� вниз 牛腿 乖 isolation nah 看你的 听下来的叫声 能吃的很 这网页 看下这个网页 这里还有一个 这就是他们把鱼翅 他们的鸡胃 鸡胃 把鱼翅给压缩了 肉全部消化了 然后鱼翅消化不了 然后就 吞了一个 船 吐出来 看见没有喷粪 他们的粪就是这种状态的 一粒一粒的里面 还没吃饱吗 然后今天白鹿没回 昨天晚上因为没在家七夕飞走了 飞走了 他在 外面应该找到了一个新的七夕的地方 后面看不看得到就不清楚了 像以前的 外甲的 外甲的燕子 他找到了新的七夕地之后 他后来也回来了 几回 回来了 慢慢的他又走了 他每天半晚回来只是回家七夕 他找到了新的地方七夕 他就不回来了 其实 他回来并不是要吃的 就是回来七夕然后顺带着 他知道你有事的他就找你要吃的 所以后面不知道会不会回 今天反正是没回 以前都是 晚上回来七夕早上 五六点钟飞出去 然后就是 半晚五六点钟回来 以前都是这样 所以 看不看得到就不清楚了 今天刚收到这么多鱼 他也没回来了 没办法 本是买的鱼 有次的他就不回 这东西就是 他缩走就走了 并不说他不新人他才走 他找到了新的机器地 他自己会miss 他慢慢就不会来 这微丰糊的 冲着